王晨之莫少倫 田北俊 簡明輝 方國山 蕭絲江 又名識華珍 這個是這些畫 我聽了兩次 我照著你政府的名單 怎會有兩個名字 容超榮 李子榮 梁國雄 又名長毛 梁國雄已經享受了 提名的名字兩次 還有湯家華 曾國鋒 唐外蘭 牛江華 陳克勤 莫錦貴 王碧雕 陳國琦 劉國昏的連鎖劇 這麼多人事 說得來已經分歧兩分鐘 我想觀眾聽眾很多都轉了台 這些選舉條例 我不知道到底是什麼 不知道這個是不是陰謀論 你當我陰謀論 他是不是想少些人去投票 他覺得那些政客 或者參政的人 是沒有辦法吸引到人去的 那就錯了 因為最近在香港某一個選區 近著青衣島的方向 我們要盡量曖昧 因為我不能夠再犯個錯 再說回候選人 死定了 我們有多少air time 又要一秋二冷 人肉許如是冷 多點 最近在香港某一個方位 有一個很惹火的選區 有一個江湖卓號 又名叫狂貓的人士 在那裡用一隻這麼有個人風格的 叫咪方式展開一場全港觸目的辯論 我們先聽聽唐貓的生威 由於我要避免剛才那個問題 所以聲音是經過特別處理 為什麼經過特別處理呢 有原因的 回來才告訴你 那些名字在裏面提到的政黨的名字 也都是要嘟一嘟 因為政治是一個很惠謂的行業 政治是跟女性生殖起得那麼骯髒 所以從政的人 三分鐘被人當成性工作者 那些人想要用科技去檢驗這個功能 是呀 蒙一蒙一面 我們先聽聽狂貓 政府一拆戶 立法會一致死水 小志民就一國眼淚 終於要殺入立法會 為小志民請命 過去學幾年 那些前台為小志民發聲 得罪的權貴有權有權的人 我要繼續進入立法會 踢身權威 批判政府 送走那些武漢港 叫他們回去問救 大家走啊 叫 我現在就問你 民建聯 民建聯 留黨建黨 愛國愛黨 愛共產黨 你的副主席是三樓大人 十分政府 每人十七個副主黨政治了你 有三個是民建聯的 明是掛少你 但在蒙一蒙 竟然有兩個是外國人 你貴罪香港人 你貴罪中國人 你有什麼資格 你有什麼資格 在這裡動同一身 制外的問題 就是因為 歷史未到你 以其人之道還以其人之道 你閉嘴了 你說完了 民建聯 簡直是摩扎 我告訴你 你有什麼資格監察政府 你是政府的一部份 你有兩國政治助理的國學 我告訴你 說明是說明星會已成員 而是克斯坡立法 我告訴你 你們現在是一個資格監察政府 你現在是一個資格監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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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跟你消息時間 你給我解釋 你現在是 materials 我就再跟你消息時間 但是這裡有問題 resso大陸 多小天下子 勝負蕭壇中 光明頂 陶傑 鮑偉通 見 我們光明頂是嚴守中立的 不會失去任何政治幫派 昨晚的話題講了一個辯論技巧 所以借因話題話 就將某選區這位 翻名叫狂貓 最近一段很出名的競選論壇 他們一段發言 經聲音經過處理 因為我們不想跟任何候選人宣傳 分析一下他這個風格 狂貓剛才也對著人強插一個民族聯的政黨 其實為了公平 我們都留在後面給民族聯的人士反擊 反擊了幾句 我們希望政眾不要受狂貓的影響 因為他謂文族聯無恥 其實根據選舉條例 可能是有可能無恥的其他政黨也都可能包括 文串党 蜘呃黨 蜘呃党 蜘呃兔党 蜘呃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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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一定要平衡 剛才那個狂貓很厲害 因為他掃出一隻情感的難喊 这个你看到现场的气氛相当于激烈 对吧 他说的东西是咬住对方这个民主联 他们某些高层人士的外国胡招不防 其实这样已经够了 在一个论坛里面你只有三几分钟 那些这么复杂的东西干什么 你要将烦的东西化为检 然后一击击中 打蛇的三寸击中要害 在那个情形之下 不是说每个选民都有耐性 去听这些学者专家 慢慢抽屎剝减 调分理息 去讲一件事 而且我还记得电视对于大部分的官媒来说 是娱乐的 你最重要 你不要以为这个是一个论证的名义 纯粹是娱乐的 所以 我们上半部已经分析了 你听得明白那麽多年我们重重复复都是说回论语言 在选举论坛里面是没有点的 纯粹是情绪 那也未必的 情绪都可能很有点的 你又不能说粗口 那麽不行的 那麽 狂猫这一段 我们今年最赐金 我想其实很多听众 很多市民都公认 在一个论坛里面 是经典之作 是经过这样的 娱乐星 仙情星 等到人家在最短的时间内有最深刻印象 所以怪不得这个唐猫的野性呼声这个片段 近来流行这个网络 所以这个是有道理的 这些辩论不是说个个都去到这样 但当有一些有理说得清 还有面临一些自己是弱势 或者被边缘化的那个位置的时候 一下雪花盖顶 即是好像跑马那样 喂大佬 你明知已经被几个大马房 扔到你那只 那只这样的病马 出了大外档 在这个时候你还和那些斯文 当然是雪花盖顶 又夹又坚 是吧 就是说那只马 起码由这个十二三位 在大外档那里 推上七八 接着有位就摄上四五 然后拨 这个过中点的时候 摄下马 影响赢了一条马 狂猫就有这样的经历 狂猫上位上得很重要 我不怪他 其他对手弱 我想其他对手是因为 大家都知道在电视那几分钟 操换概念 言不由充 前后矛盾 什么都齐了 所以其实你和他们在游斗前斗 其实是没用的 有时不是说 不和他们说理性 根本在电视辱论的平台 在天天所下 是没可能 这个大家很理性辱论 所以狂猫这种表现 我觉得是值得学生 慢慢去试试 这都是通识教育的一部分 我还不成为 我没想到 我没想到了 究竟不是 我会再有 就是 那些人 我 不是 你